高雄凤山区夜市出现了一名妇人 她挂着尿袋坐轮椅沿街乞讨 她胸口前的板子上还描述说 自己命苦没有钱吃饭 婆婆也需要钱就医 迎来不少民众热心相助 不过社会局一查才发现这一切 都是她凭空捏造的 根本没有所谓婆婆的存在 而且她每个月的津贴 也足以负担生活所需了 坐在轮椅上妇人背板子 挂尿袋沿街乞讨 民众不舍就掏钱相助 外表可怜却是当地头痛人物 这名妇人从夜市开梦以来 每天都到这里要钱要东西 这样的行为让摊商批评 根本就是在滥用爱心 生活并没有那么不好过 但是她还是每天出来乞讨 反正就是比较谈小便宜 她风品是不好的 原来妇人平时都跟儿子 从小港打捷运到丰山 之后独自乞讨 凭借板子上写着婆婆需要住院 自己没钱吃饭等苦命描述 赚到不少帮助 但也已经影响别人做生意 对啊 就可能会踩在这个地方 然后常常就没办法做生意了 然后请她吃了之后 隔天她就继续要来要了 就固定 变成固定的 请医师她就天天来找她要 尽管看不下去 公共空间也没办法驱赶 只能任由她一天天为所欲为 接获状况 社会局赶紧介入帮忙 这才发现她生活根本没问题 目前都领有政府的补助 也有慈善团体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协助 没有要改变现况的一个意愿 根据调查 妇人根本没有婆婆 前每月都有一万八千元的津贴 及慈善会赞助 四十多岁的儿子也不愿工作 只能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但无中生有赚人同情 也让热心民众相当寒心 记得田团万一与高雄财富报道